韩国合同参谋本部今天有消息指出 上午8点4分左右 有一名朝鲜军人从中部边境地区越界投诚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武力冲突 朝方军事基地也无大规模动作 目前该名士兵已被韩国官方列为保护对象 即将进行深入调查 事实上上个月13号就有另外一名朝鲜士兵 由两韩边界三八线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越境 途中遭朝鲜方面开枪射击带伤叛逃 事件才过了38天 再有另外一名朝鲜军人南下投诚 另外韩国统一部也传出消息 昨天早上有两名朝鲜军民 坐着一艘渔船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南下进入韩国海域 被韩国海军发现 遭拦截当下他们表示想要投诚韩国 新闻时事报梁艳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